杨振武竞选办公室14号召开记者会 指控另外一位县长候选人陈福海 涉嫌透过担任某公所社会客客长的前部署间接拉进各社区群组 同时带入多个假账号攻击杨振武的支持民众 扰乱社区安宁 而陈福海的幕僚表示 这是选举花招不值得回应 这样子的一个呼应 首先希望我们公务界的好朋友 尤其是事务官 你必须要有行政中意 这个是你应该要的 那坦白讲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查得出来 但是我们想说也不去公布他的名字 那也希望所有的公务界的好朋友大家节省自爱 再来的话 不要把嫌疾的这种恶劣的险忽 带到我们的社区 去破坏社区的经营组织的因素 撕裂我们经营组织的感情 我们习续为不可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OK 寻找吴信鸿 吴信鸿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在很多网路都有看到他的痕迹 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因为他所带来了 将我们的海哥带到群主 然后又找了很多 我们根本都不认识的人 然后在各个群主里头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不死乐谣言的这个 捏造 然后去传播 我认为这个很严重的撕裂到我们金门人的感情 感谢观看